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的主力电脑安装Windows系统2.5寸SSD固态硬碟 一直跳出通知告诉我硬碟空间不到50GB可以用 因为这Windows系统从安装Windows8一路升级到Windows11 里面应该存有不少更新安装档 要一个一个找出来删除真的会累死人 所以我干脆直接买一个新的500GB2.5寸SSD固态硬碟 来重贯Windows11 如果你是看影片封面而点进来看 你应该知道我买的是哪一家的2.5寸SSD固态硬碟 没错 就是金斯顿KC600 512GB 2.5寸SSD固态硬碟 我会选择它的第一个原因 是这个买家卖的真的太便宜了 开发票 含运又要被虾皮抽成 全部加一加只卖你台币1200元 这还要赚什么啊 是在清库存换现金吗 但我心中又产生了一个疑问的想法 这应该是在卖假货贴牌的仿冒品没错吧 因为早期有一堆贴牌金斯顿产品仿冒品在市场上流通 让我之后都不敢再买金斯顿SSD和记忆体来用 那快来打开检查一下产品的真伪吧 嗯...这一次性包装方式和金斯顿产品系列做得一模一样 整体做工和印刷品质真的非常精美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破绽 在背后的产品资讯说明也是一样完美 就差没有看到台湾代理商的贴纸 所以目前我大概出判这个应该是买家自行批发水货来卖的吧 好...快来打开看看里面的SSD固态硬碟有什么问题 哎哟...仔细一看这做工品质还真的不错呢 一点粗糟乱搞的感觉都没有 在左下角还贴上防拆保固贴 所有细节一个一个都没有少 在背后的产品资讯贴纸也是清楚可见 外壳也是扎扎实实的铝合金材质 而不是拖换成便宜的塑胶外壳 以目前外观种种迹象看起来 真的像是金斯顿原厂公司货 但...还别高兴太早 我们再把它打开看看内部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就一目了然知道是真是假的 首先在处理上面的防拆保固贴 我是先用吹风机加热后再贴上塑胶贴膜 慢慢用尖嘴夹子一点一点把它抠起来 我会这样搞刚处理 以防万一一打开看是假货贴牌产品 我就要完成寄给虾皮检取假货来安心退款 所以要不要这样做就看你个人要求了 好 螺丝落出来的空间 应该可以用螺丝几次开起来了 快来打开看看吧 哎哟 这外壳内部也没有胡乱涂装 干净整齐 完全像是有经过屏管检验的东西哦 嗯 不错不错 这SSD的主板和焊接水准也非常的好 没有残留焊油在上面 而且记忆体和储存颗粒上面都清楚印上 金士顿公司名和颗粒料号 如果是仿冒贴牌也太搞刚去做这些小细节的标示吧 而在背后的主控晶片是用惠隆SN2259H 等同美光MMAX500 SSD等级 而且产地还写上台湾 哇 太赞了 这真的是金士顿原厂公司货啊 用这种价格买到真的太划算了 但还是别高兴太早 快来上机实测一下它的效能到底在哪里 这次测试机台主机版是基加Z690 搭配CPU是Intel 13代 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M.2 SSD是金士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ps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3 RX6900XT 16GB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17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是CrystalDisk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SSD 而KC600目前开机后待机温度有24度 这样应该是算中高阶全铝合金外壳2.5寸SSD固态硬碟的正常表现吧 就算我多次用CrystalDiskMark狂操读写性能测试 KC600的工作温度最高也才28度而已 升温速度平顺不急躁都在4度以内 而最后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已经是2.5寸SSD固态硬碟的天花板等级 读取有560MP每秒 写入有512MP每秒 相当不错的高阶2.5寸SSD 在4K Q1 T1也是很不错的水准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我遇到了很邪门的一件事 不论我如何重选重开软体 它都把KC600试别为实权科技的T-FOX 250GB固态硬碟 怪了 可是我剪台我的电脑硬碟是正确识别为KC600 512GB 没错啊 所以说可能是代工厂的资讯 我可能没有删除干净 这个测试也只能给你加减参考用 而最后总得分有1206分 IoPS约在95000和76000左右 算是我目前测到2.5寸SSD固态硬碟最好的表现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KC600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KC600它全程是用527MB每秒读取速度到结束 老实说这种中高阶2.5寸SSD应该是要有这种的表现 如果都没有 是可以直接拉去填海了 但是最让我意外的是 当我用IDA64做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也是一路平顺用482MB每秒写完到底 完全没有调述问题 一度我还以为是我设定没有选好 但没错啊 真的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啊 这金士顿KC600的写入表现真的好恐怖啊 马上来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看看 我一样使用上次512GB大小测试档写入复制到KC600里面 初级写入速度最高可以在154MB每秒左右 但写超过10%后马上爆充到500MB每秒 在上上下下的大幅度跳动写入 有时最高可以达到800MB每秒 最低速度可以来到300MB每秒 这种速度真的非常夸张 根本就是打破SATA6的极限560MB每秒的速度 这KC600到底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在里面啊 真的把自己当成M.2 SSD再使用吗 真的是很神奇的产品啊 但很可惜一样逃不过中高阶SSD固态硬碟的命运 当写到78后马上降速到130MB每秒的机械硬碟写入速度到结束 有些观众说我太残忍也太严格 用226个档案再狂操SSD固态硬碟 希望我能放宽一点下线 改用一半到110个档案来测试 这样SSD固态硬碟的写入速度一定可以更好一点 唉好吧 就顺应名义 把档案大小改成25GB的117个档案再来测试一下 初级写入速度是有再好一点 可以达到170MB每秒左右 但写到20%后就马上爆充变成NR2 SSD模式 最高可高达700MB每秒 最低可以350MB每秒的上下波动写入 而这次有再撑久一点啦 到80%后写入速度才开始掉到125MB每秒到写完 老实说档案减半大小也只是延缓降低写入速度17点 最后是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P以上区块的读写表现算是中等 读写速度约在300-406MB每秒 但你知道的 在它黑科技加持下 到256KP是马上冲到490-535MB每秒的2.5寸 SSD 即限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的问题 那以上是金士顿KC600 512GB 2.5寸SSD固态硬碟测试 老实说用1200元含税开发票又含运费 买到原厂公司货 我觉得算是蛮超值的 用KC600来做系统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尤其它的黑科技加持下在档案写入速度 还能爆充到M.2 SSD的等级600-700MB每秒 真的让人赞叹它的黑科技的硬实力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看完今天影片 如果你有什么新看法想要表达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